一直想做一条关于D6C的视频 因为它被称之为随身凝职王 不管是放音效果还是录音效果都非常出色 今天咱们就出一期D6C的录音视频 分享不到之处还请一些大咖们留言指正 咱们先介绍这台机器的功能 D6C的录音按键在机器的侧面 与电瓶调节处于同一个平面 紧接着就是话筒与耳机的插口 还在插口的旁边增加了话筒衰减开关 这一点还是很贴心的 回到正面 右上角的位置为磁带类型选择 一类带二类带还是四类带都可以自主选择 这个磁带类型咱们下期展开解读 下边就是杜比江道选择 较D6来说增加了杜比C的选择 这也许就是D6C名字的由来吧 再往下就是电瓶指示灯了 咱们现在开始录制 一根3.5音频线与电脑耳机插口连接 另一头与D6C来引引连接 监控音箱我选择的是哈曼卡顿的小音箱 也是3.5音频线连接 磁带我选择的是索尼的正品一类带 杜比江灶选择的是关闭 在录制之前咱们可以先试录一段 目的主要是监看电瓶变化 电瓶指示灯一般都是在零附近闪烁 这样录出来的声音不会过曝或过弱 经过电瓶调整我们就可以正式录制了 来我们欣赏一下它录出来的效果吧 第六C不愧是随声通知啊 录音效果毫不逊色于三次都卡住 关注磁带老师开启环旧时光